好长时间没有录视频了 一方面也懒得说吧 哎呀 看的人确实很少 但是我也不会因为那个 看的人少而不做那个视频了 只是放慢了脚步嘛 想探索探索 看看有哪点动力啊 哪点那个实力啊 继续是肯定要继续的 而且单位里现在也有一段时间嘛 就是发生了一点小变故吧 单位那个因为我是驾驶员嘛 单位里有五个驾驶员嘛 就是也发生了一些变故吧 上次我看到一个就是好几天之前了 一个星期左右吧 之前吧 看到了一段那个银桥股份 那个银桥股份好像是那个 搞环境的 就是好多那个就是打扫卫生啊 马路清洁工啊就是 打扫卫生的那个他们在开会嘛 开会的时候那个发生了一段那个事情嘛 那个视频上面也有的 但是具体的说的什么东西 呃也没说反正就是一个员工吧 就是呃就是就是顶了几句那个 顶了几句他们那个主管的嘴嘛 那个主管的嘛很激动的 反正就是我从这个话题引申开来嘛 说一下就是我们单位上个星期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就是开了给我们开了两场会吧 有领导主管的那个领导 那个领导也是应该也是上台就是 一个主任嘛 办公室主任嘛 上台了也很长一段时间了 就是给我们开会训话了 他估计是那个权力牢固了吧 反正就是上下期关系很容的 我就觉得那个在跟那个营桥股缝的 那个桥银股缝的那个 你再给我顶一句 我立马让你投 你再顶一句 你等下过千里日 你明天就投 你跟人家说了 你什么都来啊 发不败 你发不败就发不败吧 发一签 发他开箱我签子 造反他 我跟你说了 看你这话不是 降维嘛 就是一维都不一样嘛 他就是我认为是我们这个 那个领导说的很过分 有的是有的就是 有的就是触痛了我们脊梁吧 作为一个反正一个 呃老男人吧 呃四五十岁的老五十多岁的老男人吧 他说的话确实我们就觉得很过分 他第一次说的很过分 第二次说的也更过分 好像我们在讨饭一样的 就是这次也是一个呃 中年男人的那个没办法吧 躲不过去的那个怎么办呢 你想坐下来只有默默的冷受 对吧倔强的冷受嘛 我们也不可能躺平的 上有老下有小 如果没有老婆 没有那个孩子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的情况下 我那么肯定是那个呃 由着兴致来的 后来说了一段 说了那个呃 修汽车 修车的好像不大对头 还有那个呃 修车的东西里面换的东西什么都不对头 反正还有那个呃 对待单位的这些车像自己的车一样的 我这怎么可能第一个我们是派遣 老五派遣不是他们自己人 名义上的自己人啊 不算这个单位的人 而且是另外一个单位过来的 我们是跟第三方签的 你让我们 你不把我们当自己人 我们怎么能 当自己人代开的 他也不想想 还有那个 就是修车的问题 车的修理厂是你们找的 我们怎么 修理厂说这个坏了 我们怎么办 你叫我什么 是吧 从这两点看来 我就觉得这个领导没水平 没有那个 呃 同同理心吧 最起码 这个一个是女同志啊 女的领导 说的话肯定很冲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听你心里听得很不舒服的 就是三月中旬开始 就是呃 几个车子都不允许那个 呃 停放回家了嘛 有的 有的领导住的员 就是驾驶员 那个接送他也方便嘛 就把车子停回家里 但是停回家里 我们 有一个 有一个呃 接送费嘛 接送费就没有了 本来单位是单位 车子停在单位 有一个接送费 驾驶员多了 接送费嘛 就是 但是如果驾驶员开回去 就是没有接送费嘛 就是呃 一方面减轻驾驶员的负担嘛 后来就是就是硬性规定 一刀切 呃 车子不能开回家 不能停到家里面 就是驾驾驶员 就是有的时候很困难了嘛 很不方便嘛 就是有的驾驶员 那个就是上午要赶着头搬车 赶到单位 再去六点六点多一点到单位 再拿着车去接领导 领导基本上我们是八点半上班嘛 有的领导喜欢很早就来的嘛 就是还有呃 晚上回去就有很晚了 有的有的一个同事嘛 到家里大概要 基本上要七点半 他是四点半起床 五点钟出门 七点半到家回家 所以说劳动强度太高了嘛 就是跟领导反映 就是这个性价比 像我们外拼的员工啊 呃 基本上就是拿不到 他们正式员工 正式的驾驶员的员工的 一半的工资 一半工资都没有 所以说区别很大的 呃 后来有一个坐的时间挺长的 那个驾驶员嘛 他觉得没必要再坐下去了 后来就是把那个就辞退了 就是不做了嘛 第二个驾驶员就是因为是 一个老板就是要 他专门要有车接送的嘛 就是临时调用一下 正用那个还有一个驾驶员 帮他顶一下 还有个驾驶员 这个这个年纪比较轻 呃 思想比较直嘛 想法比较直 脑子转不过弯来嘛 有一点鲁莽 就是对 回去了 把他那个 你叫的我就不去了 太远了 后来就没去接 没去接了以后 就是过了一个双休日嘛 后来单位就把他 退掉了 我因为我们这种都是老五派遣工吧 想要你就要你 想让你走就让你走 而且你呃 今天今天让你走 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一定要毫无保障的 就像劳务派遣工的就是这个这个硬性的规定就是这么没有保障 像好从前好多时候因为派遣工嘛 在呃我就觉得在派遣工的时候在全国各地 这个做法就是 毫无人性 毫无保障 单位领导想这么弄你就这么弄你 你不无从就是要搞你 就是要弄你 你怎么办 从前好多派遣员工还有好多硬性规定嘛 如果一个单位派遣员工是占到70% 不是全面的啊 比如说那个单位就是哎呦 十个员工十个员工全是派遣工 这是不允许的就是允许你有七个派遣工 而且是临时的用一些像我们就是现在就弄得很不正常了 现在好多那个现在各行各业机关里面最多了 政府机关里面政府那个企业里面国营企业里面最最多最最多 是从而且是从政府这种没有做好的那个收口里面做出来的 现在大学里面医院里面反正各行各业到处都有派遣工的 而且派遣工就是给他们压榨剥削残酷的剥削 就要说的就像郭德刚说的那个青蛙里面 蛤蟆里面挤出脑白金来就是压榨你 就是剥削你 就是毫无规则 毫无同情同理性的那种压榨 所以说像我还有一个同事啊 年龄都都都都都都都50多了 所以说也没办法捏着鼻子做嘛 强冷的冷下来做怎么办呢 呃这个事情我就想说三点 第一点上行下销 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企业还有什么样的管理人员 他根本就不当你是一个人的 他们正式员工可以有可以有春风般的温暖春风般的友情啊 像我们家属就没有 不帮不当你是一个人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 就是各行各行都有 而且还有那个呃 对单位做出贡献啊 他第一个就是把我转成正式工 现在正式工就是你不认识的人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没有关系 没有这个现在这个大环境这么差 好多企业都没有都在裁员了 稍微有一个编制出来的话 哇这是八线过海各显成通的 都要来占这个位置 肯定的吧 他知道你是劳务派遣的 所以说工资有给的少 所以说就是这个竞争力就下放到那个劳动 劳动人民自相残杀了吧 就是这个好位置早就没你一份的 就是这回事 第二点说一下 我们老狗大众 就是在家里躺平吧 外面竞争太激烈 如果你想躺得平你就躺平 呃老婆孩子啊 乐炕头啊 你就不要去想了 从前我这个想法 我因为是个男孩子吧 我从前的想法就是 呃小孩 早一点结婚 早一点让我抱到生子 如果这个我的第三代 他如果叫我爷爷就可以了 是不是你小孩我也不管了 反正你抱过来的 我就是愣了 大概在十几年 十年四十几岁 我有这个想法的 现在我都没这个想法了 小孩你爱结婚就结婚 不结婚就不结婚 我反正就现在看的多了嘛 看的一多多了 就是年轻人也有压力 像我这个说的老了老了老了 到了这个单位 因为这个工资少嘛 我就想拿着点钱 还是很焦虑 还是很压抑 还是很操担 就是 现在各行各业 都有一种焦虑在那里的 没有一种这个平常心的在那里做 第三点 现在这个外面这个环境很差 像我从前单位一个同事嘛 他的爱人啊 现在已经也给优化掉了 回家了 所以说 现在这个中国这个环境 估计上海啊 说的难听一点的话 工作很难找很难找 像我们这种老家伙更加了 只有捏着鼻子坐下去 匍匐前行吧 前行是不要了 不要给人家不要趴在那个 及时的列车上 你能挂得住就很好了 最起码如果我现在再去找工作 很难找很难找的 只有降低这个 降低这个曲度 降低这个待遇 降低这个钱财方面的那个东西 才能找得到一个合适的 降低的很厉害的 现在的好多那个 比如说工程师啊 降低到技术员 技术员降低到一般的员工 像你只能这样 落差真的太大了 从前的落差 你赚十万二十万一个月 每个月的 你现在叫他做一万两万的 他怎么会做得下来呢 所以说这个落差太大了 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情 说的拉拉扎扎 说的这么多了 不知道观众爱听不爱听 好就是这个这个事情 反正现在心情 有点兔死胡悲的感觉吧